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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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市面上或者集會遊行期間有沒有衝突 那個主導權永遠都是在警方手上 大家可以見到6月4日 當警方是不去干預市民的和平悼念活動的時候 六四的紀念在遍地開發情況下 大致保持和平的 當然我們都吸收了6月4日當日遍地開發紀念 六四的經驗 我們是希望在6月12日 這個亦都是在香港本地抗爭 一個非常之關鍵的日子裏面 我們都可以去參考六四的經驗 再做一次一個叫做遍地開發的集會 所以我會這樣說 我們這次的活動 找了很多的區議員 找了很多的工會團體 找了學生團體去合作 是希望可以盡量給市民有一個機會 用一個最和平的方法 最低限度的方式 無論是最簡單 其實有不同程度之分 你可以碰到剛才我們整個的計劃 最簡單 參與網上一個 香港人抵線抵褶的活動 到穿出街穿二黑色衣服 這些都是比較低成本的方式 去紀念 勇敢一些的 或者再限制一步的 大家可以參與各個區議員 在區裏擺設的 這個全民抗爭的周年展 再限制一步的話 我們在這個中環海丁堡廣場 都會有不同的活動 繼續有周年展 有工會 有樂山街站 也都有牧師的宗教活動 這個是不同程度的一個選擇 給各位的市民自己衡量 當然我們都希望 給到不同負擔能力的市民 都可以參與到 很容易的紀念活動 我會形容 在這個國安樂法壓警之下 未來要舉行這些紀念活動 只會越來越困難 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太過擔心 會不會有警方過來掃場 這些我想不到我們控制範圍之內 大家因應自己的成本 趁還未有國安樂法來到之前 大家仍然有一口氣 可以出來抗爭表態的時候 612一定要出來在街頭見